韩丽则站在法阵中 冷眼看着这一切 听着对方的指挥 断断续续注入些目属性灵力 但脸上偶尔有一丝跃跃欲试的一色闪过 但最终还是没有任何冒失的举动 也许 韩丽觉得时机还未到吧 一个月后 三腰脸上露出了掩不住的憔悴之色 虽然手中的法觉灵力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 但三人的确都已经到了法力即将耗尽的地步 而光照中的雷电狂风 虽然还是暴烈暴虐的样子 但他们之间却开始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共生现象 进风中出现了雷光闪动 电弧中出现了风吟之声 三目看着此幕 幕中露出了掩不住的喜色 第二日 那法力醉酌的龟妖就抢先浮下了瓶中的灵液 法力片刻后就恢复了正常 剩下的几日里 独焦和风吸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韩丽冷眼看着这一切 面无表情 但却伸手摸了摸储物带中一物 幕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诡异之色 到了下次三腰法力大号之际 若法宝还没能炼锯完全 也许就是他的机会来了 这个对策原本韩丽认为最不可靠 但现在看来还真有那么几分可能实现 又过了二十多天后 赵中风平浪静 狂雷进风都无影无踪 显出了一对银白色的羽翅出来 以雷蓬之骨为主 用其他灵禽材料为血肉 再将风雷之力化为羽 如此一来一对风雷之翅就形成了 现在灵翅似已经完成的样子 但实际上一根根长雨上的风雷之力 才刚刚定型来 尚未真正稳固 所以风希为首的三腰 明明法力又消耗了大半 还是硬着头皮往光照中灌注风雷灵力 生怕陷入前功进气之中 不过风希如此做的同时 心里也有些郁闷 他原以为 特意从其他妖修那里换来三滴灵液 已经是充分预防法力消耗太过的事情 没想到实际炼制着风雷翅之时 消耗法力之大 还是远超预想之外 好在依现在情形来看 不惜耗损些元气 倒也能勉强支撑到最后 否则真因此缘故造成炼宝失败 他可没处买后悔药去 就在这只九级妖修 暗叹侥幸之时 忽然感到一丝异样的灵气波动 出现在炼气室中 虽然时间很短 有点微弱 但却精纯之急 风希神色微微一变 冰冷的目光一扫而下 顿时落在了寒丽身上 脸色阴沉了下来 韩丽脸色大变 强冲其笑了笑 但此妖冰寒地瞪着他 一点表情都没有 拿出来 前辈要什么 韩丽神色更加勉强 脸上露出不自然之色 并将一只手悄悄地缩到了袖口中 风希双目一眯 眼中就有一丝寒光闪过 忽然 他二话不说竖起了一根手指 指尖上冒出一团刺目白光 一暗一鸣地忽闪起来 韩丽站在法阵中一见此景 先是一愣 但马上惨叫一声 反身栽倒在地 他四肢抽搐不停 脸色乌黑发紫 满是痛苦难当之色 敬酒不吃吃法酒 风希猙獰之色一闪而过 冷冷看向韩丽袖中掉落的一个小瓶 脸上露出了一色 单手一抓 小瓶瞬间飞到其手中 风凌进发作的滋味不好受吧 刚才你还灵力所生不多的样子 可是现在却法力恢复了不少 看来瓶中应该是有什么灵药了 力道有是不是打算撤我们法力大损 而想恢复灵力趁机逃走啊 裂风树瞅了眼韩丽 不客气地说道 韩丽此刻因为此邀停止了施法 正勉强站起身来 正好听到此言瞬间面无血色 一副被戳中预谋的样子 你倒是有点小聪明 我倒是要看看瓶中是何物 没听说过万年灵夜外 还有什么能瞬间补充灵力的 我某也没听说过此事 不过也许我们正好用得上呢 站在对面的独焦 也面带好奇之色 此时他和那只龟妖 还在不停地往骨驰中 射入各色法掘 来加快风雷之力的固化过程 虽然看起来比龟妖强一些的样子 但法力同样耗损了不少 只是在苦苦支撑着而已 风夕听见这话一震 但随后心中一动 将瓶盖打开 一丝精纯的灵气扑鼻而来 此妖先是往瓶中瞅了一眼 但用鼻尖轻轻闻了闻 但脸上却显出了古怪之色 怎么 这到底是何物 你自己说一下吧 用一滴万年灵夜 吸射后的灵夜 韩丽垂头丧气 有些不太情愿 什么 这也是万年灵夜 龟妖一听这话 立刻精神大振 三腰之中 属他法力最低 实在没有信心撑到最后 故此这般喜行余色 你们应该还掺了其他东西吧 颜色有点淡绿 而且木灵气多了点 风夕仔细瞅了一下 这小半瓶液体 眼中一色一闪 我在里面 窜了一些有年份的灵药在其内 并且我本身就是木属性功法 自然木灵气越多越好 韩丽苦笑了起来 竟是十分老实 风夕听了这话 皱了皱眉头 还想再细细盘问一下 龟妖却是大声嚷嚷了起来 风兄 快把灵夜扔过来 让我喝一口再说 你也知道 虽然我们还能勉强支撑下去 但这可是透支自身的元气 事后会修为倒退 我必须要补充些灵力啊 我当然知道此事 但是这灵夜 风兄 我隔这么远都感应到了 瓶中精春的灵气 的确是万年灵夜没错了 就算这灵夜中被动了什么手脚 难道你我还在乎什么毒药吗 显然 我本体就是一只 识变天下万毒的毒脚 瓶中真是有毒 也瞒不过我的 毒脚默然了一会儿也是开口 看来他同样不想继续耗损元气下去 我差点忘了毒胶凶的变毒天赋了 既然如此 在下也有点法力不济 瓶中液体我三人平分了吧 这样一来 等瓷宝炼制成功 我等也不会亏损多少真元的 风习听了这话 哑然一笑 接着眼珠子一转 然后上仰脖子 先喝下了三分之一多些的灵夜 才笑嘻嘻地抛给了毒胶 他身为九级妖兽 更不会怕什么毒药之类的东西 但灵夜中蕴含的灵气 可是货真价实 他自然不想放过 毒胶接过小瓶后 并没有多说什么 同样喝下剩余液体的一半 将瓶子扔给了龟腰 龟腰迫不及待 将灵夜一喝而光 然后将小瓶随之一扔 没多久 三人就赶到了思思法力的复苏 都同时轻松了一口气 风习原本仅存的疑虑 一丝不剩 可就在这时 独焦凶光一闪 冲风习传音 他此话一说完 就用冷嗖嗖的目光 瞅了韩丽一眼 眼中引现灵力杀机 暂时不要动他 虽然以后几日 暗里不需要没灵气了 但还是谨慎点好 等灵翅出炉之后 再灭掉他好了 那好吧 让这个人类再多活几日 韩丽只是看着这两腰嘴唇微动 虽然无法知道 谈话的具体内容 但看他们 不怀好意的目光打量自己 却心里隐隐猜到了几分 顿时身上一阵寒毛倒树 他脸上难看的想了想 忽然二话不说 原地盘膝坐下 缓缓闭上双目 似乎一副束手待臂的样子 三人见词一愣 倒也并没有理会韩丽 重新将注意力 放在了空中的灵气质上 而实际上 韩丽此刻心正砰砰直跳 他正缓缓地调动着 体内的青竹风云剑 在体内射出纤细如丝的 淡金色电弧 控制他们不爆裂开来 然后如同金蚕吐丝一样 将体内被老妖种下的风铃剑 用密密麻麻的辟邪神雷金丝 一层一层地包裹起来 这风铃剑 自然不是韩丽现在的修为 可以解化 也不是辟邪神雷 可以轻荡干净 只是暂时困住他 不让他发作 韩丽凭借着束缚 前蓝冰珠的经验 还是有几分把握 这时龟妖恢复了小半灵力 正轻松之急地继续往光照中注入灵力 他看了一眼独焦 似乎想起了什么似的 想要开口说些什么 可嘴巴一微张 却木然神色一变 眼睛露出了一丝古怪之色 龟妖发觉一停 一头栽倒在地上 嘴巴张得老大 却丝毫发不出声音来 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此腰腹部 瞬间诡异地膨胀起来 接着 头颅四肢也紧随其后地 突兀变形起来 仿佛身体内部突然诞生了恶鬼 正要争破皮囊 破涕而出 一旁的独焦和风吸一见此目 脸色顿时大变 同时想到了 韩丽小瓶中的西式灵液 独焦怒吼一声 身上血光大盛 顿时就要对韩丽有所行动 但几乎同一时间 此腰马上脸色大变 砰的一声 双膝跪倒在地 眼睁睁地看着 全身胀大变形起来 同样无法动弹和言语 找死 见到此目 风吸脸上荧光一闪 接着身形木染从原地消失 下一颗鬼魅般出现在 韩丽身后 单手一抬 刷的一声 变成了黑色的利兆 狠狠地插下 其动作快似闪电 韩丽虽然早已警惕一场 但根本就跟不上对方的动作 只能心中大急地将身形极力一侧 当的一声清脆响声传来 韩丽仿佛被距离强推出去 整个一下飞射出了十几帐外 几个亮枪后 才勉强站住了身形 被九级妖兽一爪抓个结实 他韩丽竟没被当场破堂穿心 妖羞丽也是不惊一呆 胸光一闪之后 盯住了韩丽背后被抓破的衣衫处 那里亮出了一个银白色的鳞片来 这些鳞片在他刚才一击之下 破烂了大半 露出了里面乌黑闪亮的衣衫 内甲 风袭大感意外 但冷笑一声 二话不说 再次化尾的清风 不见了踪影 这件内甲能挡他一击 显然是件顶级法宝 但是下一次 此甲可就无法救对方小命了 对面的韩丽心中暗呼侥幸 刚才那一抓 如果冲头不去了 此时他已经是死尸 而蛮胡子这件黄鳞甲 也真是一宝 竟能抵挡九级妖兽一击 有了这争取道的时间 韩丽一站稳身形 想都不想 身上金光剑壶同时出现 青芒刺目 金壶狂舞 形成了颇为壮观的 清元剑盾 同时双手一抬 二十道青色剑光喷出了体外 瞬间在护盾内 另行组成了一道防护 做完这一切 风袭高手的身形出现在韩丽眼前 此妖脸上阴霾之急 眼中一寒 一张嘴 隐有刺目的白光喷出 韩丽神色骤变暗笑不好 这老妖竟用腰单直接攻击 她可一点抵挡的把握都没有 就在韩丽心中一凉之际 风袭嘴巴一闭 忽然身体晃了几晃 脸色一下难看至极 站立不闻起来 韩丽一呆之下 马上注意到对方身体微微颤抖 并且腹部开始凹凸不平起来 此老妖修为虽然比其余的二妖身后很多 但要力还是发作了起来 韩丽大喜毫不客气 冲其一点 二十多柄轻竹风云剑 一窝蜂的狂射而出 围着此妖一阵的乱战猛刺 片刻后 韩丽面上刚刚涌出的笑容 就有点凝制住了 裂风兽虽然痛苦地单脚跪地 双手仅无小腹 但是周身却放出了一层淡淡的白光 任凭裙剑如何攻击 却破不开这护光分毫 并且此妖修还能勉强抬手 狠望韩丽 无法说话 但眼中却是满是怨度之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